一二三加四如何帮助你考 最后就是考试 怎么样子考试也能快速的进步加分呢 因为你的英文句构如果辽落在心 很多的题目一看就知道答案 即使是单字你不认识 但是它的架构是一样的 因为任何一个句子都是一二三加四的组合 所以即使你有时候看不太懂 你照样可以透过你正确的思考架构来答对它 这就是非常神奇的六个符号一二三加四 三个月之内你可以提高你30%的成绩 我们来看第一个例子 cross跟across 这两个英文字翻成中文都叫跨越 但是一个叫cross 一个加了个a across 它怎么回事啊 来各位如果你在学的过程当中 都是一二三加四 I cross the street every day cross是不是二 是不是个动词 所以是动词 I walk 我走路啊 across the tree 借词加名词 across the tree 借词加名词 所以它变成个片语 every day 每天 所以across对我来讲 只是一个继续词 那么你清楚了它的词性 却不是死背的 或者是迷迷糊糊的 因此你在考试的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咯 we will 是不是我们是一 will是助动词 中间这个二 就是考动词 动词当然就是cross 对不对 所以选b 我们将跨越这个湖 and go to the north 去往北方走 所以we will cross 而不是c的cross 当然也不会 a跟d的答案 we 什么东西 各位看到我考一个二的动词 然后呢 这边一个连接词 在英文连接词就是左右相同 所以上面是什么 下面是什么 各位看到下面是不是一个drive 是不是开车的过去式 是一个动词 所以你的前面自然也一定是一个什么动词的过去式 所以我们看到四个答案 a thank 是谢谢的现在式 b 是thank的过去式 再来还有来乱的 c 是进行式 d 是未来式 所以我们很简单的选过去式 因为左右要相对 左边是thank 右边就是drove 我们谢谢招待我们的主人 for lovely evening 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晚上 招待我们 and drove 我们就开车 street直接的home 开回家去了 答案选b选项的 thank 谢谢的过去式 一看我就知道答案 第三题似乎就更难了 甚至有些字你根本看不懂 可是不要忘记这个架构 这前面是一个一二三加四的句子 中间逗点 后面出现了一个答案的选项 这个选项就是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的两句合并的分词句 高 先有一个同主词 然后把这个主词删掉 动词改分词 所以答案几乎就一看就知道是ing making 那我们把整句翻译一下 这个人他写了一本书叫做Pride and Prejudice 这本书叫做傲慢与偏见 好了看不懂也没关系 当他是21岁的时候 然后同主词就是这个人 这个建这个人呢 就使得他呢 成为one of the youngest writers 成为一个年轻的一个作者 of a literary masterpiece 一个文学的名著当中的一个最年轻的一个作者 所以这个答案是很标准的分词句构 making 英文单字拆解 好记好学 请继续收看下一步 教学影片 英文单字拆解 好记好学 本影片有完整电子书 对照学习 购买请下博客来货 六个符号官网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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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